节目我们讲了创伤 也提了一个问题 大家这个回复很踊跃 其实我做的工作 就让大家意识到 这个我们跟古人是有很大差距的 古人说话言简易甘 一字一意 而且也有深意 我们现在活着浅薄粗笔操 都那么一带而过 要意识到他的问题的存在 才有解决问题的这种可能性 今天呢 基于创伤呢 我跟大家说 另外两个字叫创扬 都是在他这个字的外面 加了个病字边 那也就是说 创扬是基于创伤 发展过来的一种病 中国人呢 早就意识到 就是我们肉眼看不着 但是有些东西 微生物它是存在的 这个东西是中国人的智慧 所以中国人的疯子里面 是有个虫子的 那么我们中国古代 在处理伤口的时候 有几件事要注意 第一是不能沾水 因为水里面有很多微生物 它会借着你的伤口 在那去繁衍 造成你的伤口出现感染 第二呢 是尽量就是包扎起来 不要让它见风 风里面有虫子 所以青疮 保持伤口的清洁 是第一位的 另外呢 我们发现了 有很多中药材 对这个皮肤表面的 这种感染 或者是肌肉深处 这种感染 有治疗的作用 它能帮助人体的正气 跟邪气在那去斗争 然后形成一种浓稠的黄颜色 白颜色的膿 覆盖伤口 然后结痂 把膿排干净以后呢 就长出新的肉芽 长出新的表皮 然后呢 有的结疤呢 有的还不留疤痕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 发现的这种中草药 而且呢 发现这种中草药呢 是受到了动物的 很多的启发 有些猎人发现 这个两只老虎 打架受伤以后 你落败 那个老虎 就去吃一种草 等于是看到了动物实验 然后拿人做实验 中医中药 就是这么来的 神农藏白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